嘿,hello大家,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阿迪 今天我要拍一个很轻松的Vlog 我现在要去上瑜伽课,然后等一下要找一些朋友 所以就感觉今天可以拍一个很好玩的一个Vlog 我们就开始呗 真的要去上我的瑜伽课,我到了我的健身房了 然后等一条要去找一些好朋友 跟他们吃饭啊,跟他们爬山 我对,我先去运动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见 好,好 嘿,H&C 嘿,what's up? 说哈喽 你好 我的天,你不要拍摄我 嘿嘿嘿 嘿 大家好 我在叫我的朋友Evan 我們要在一個Copytime見面 在哪裡啊? 在這邊 嘿嘿 Evan 什麼事? 讓我先做我的 check-in 好嗎? 很高興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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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來過嗎? 第一次 一個炒麵包 兩片 還有一個手機蛋 飯吃手機蛋 要吃的 咖哩雞白飯 還有一個French sauce 就沒有了? 兩片 好 我們的食物來了 我們店的雞蛋 所以這個怎麼吃啊Evan 我們先 打這個殼 然後放一個碗裡面 哦 哦 然後這個你要跟著 Soy sauce 醬油一起吃 對 要醬油 還有一個胡椒粉 哦 這算是新加坡的一個特色菜對吧 這都是新加坡人 從小到小都可以吃這些早餐吧 新加坡的獨特就是 各種各樣的國家的食物 嗯 嗯 參在一起 嗯 所以這個算是馬來西亞 是新加坡嗎 還是 普通的一個 哈哈 French sauce French sauce French sauce OK So Encore your lunch sauce OK 阿哥 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Kaya Kaya This is K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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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是半熟雞蛋 加醬油 加肥膠粉 對 然後這個是 這就是雞蛋 就是雞蛋 然後這個是 French sauce 跟Kaya 還有奶 牛油 還有這個是 這是咖哩雞 咖哩雞 咖哩雞 跟黑筷 這是咖哩雞 這是沒有糖的 對 還有這是咖哩雞 加牛奶 好 謝謝 然後我們開筒 這是我第一次吃 正式咖哩雞蛋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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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吃過了 嗯 沒有感覺很醜 這是第一次吃的 這是第一次吃的 第一次吃的 可惡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是很疑心 怎麼會吃的 好嗎 好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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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一個醬 因為它是一個醬 喔 來看看 你看 你拿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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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拿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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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來看 很趣 不是嗎 對 我來看 我來看 你怎麼會這樣 因為有個卡拉 對 然後有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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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四個蛋 有個蛋 對 我可能會把蛋蛋 下次回到 那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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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還在看我影片 大家我要跟你們說一個 說話 我哪一天吃完飯後 不知道為什麼 等於我腦子都會 就不賺了 那一天 接下來的時間 我沒有拍更多的材料 所以我覺得 沒關係 現在我就來用我的聲音 來記錄一下 我那一天還做了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影片 所以下午的時候 我約了我的還有Crystal 跟她一起去了新加坡的Pasaris公園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念 之前可以旅遊的日子 我在新加坡快住了五年的時間 所以我大部門的景點都看過 在我Bucket list上還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 像我想回台灣跟不同的Youtuber合作 我想去香港吃香港的特色菜 就是點心跟蛋塔 Oh my god 香港的蛋塔真的太好吃了吧 我想去中東 然後我想探索一下別人不敢去的一些中東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真的很想旅遊 但是對你們知道因為疫情不可以旅遊 反正我覺得Pasaris的公園真的不錯呀 它真的不喜歡新加坡最大的郊區 因為它的地方真的很大 所以我跟Crystal我們在那邊 我們又看到了一堆水塔 他們在那裡玩了休息 然後我看到他們就感覺 欸我真的在新加坡嗎 還是我在旅遊不知道 我哪一天也打了我的無人機 你們可以看看你們覺得美不美啊 我覺得超級美 OK大家到此結束了我們跟我成長系列的第三季 如果你們沒有看到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話 你們會來按這個按鈕 然後你們可以一起看 我真的很努力在做這個新的系列 所以我希望你們多喜歡 但是我下週要跟你們分享 我為什麼要開始做這個新的運動 叫做自由潛水 我覺得這個運動它在一方面 會給我一種旅遊的結構 可以到海邊可以潛水 但是我下週也要跟大家再分享 做這個運動更深刻的一些意義 那我希望你們都過得健健康康的 然後我們下週六見 好 拜拜